安大小三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Modal Snap 现在Meta的长相 那现在第一名的牌组 其实是一个赛拉控制 博文点击来 你会发现赛拉控制 其实都是带这个KittyPride的东西 毕竟KittyPride是免费的啦 所以其实带KittyPride也算是非常合理 KittyPride其实是现在非常强的东西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的牌组 其实都长得大同小异 一般来说只有一张牌的差别 那最强牌组就大概长这副德性 就有带猴子 然后还有带这个哨兵来补这个曲线 然后也有带Scarlet Witch 你可以看到这副其实非常便宜 然后完全就在三尺的这个预算之中 然后这个KittyPride理论上大家也都有 然后也都是免费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光速爬翻的话 其实用这副理论上没有错 那当然这边其实有一些牌是可以换的啦 那像是比如说Scarlet Witch 可以换成Jeff 然后像是下面这个带蜥蜴的 未来可以换成那个蜘蛛丝Silk 因为就是你打过去之后它就会跳走之类的 然后你可以用KittyPride打在Angela这一路来防止Angela被填满之类的 所以理论上未来这个Lizard可能会失业啦 就是因为有Silk更强的牌出现 不过目前是没有这个状况的 因为Silk还没出 理论上我忘记明天要出什么 理论上明后天应该要出一张新牌啦 那到时候再看到一出什么 你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有非常多不同东西 那其实有时候往下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魔方获取率其实是上升的 像这个是 64.2%胜率 然后魔方获取率是你每玩一场会有一颗魔方 其实就还蛮强 你可以看到这边就Drive出现了 然后就长得稍微比较不一样一点 不过你可以看到这副其实现在都会带齐人萌格啦 因为你的KittyPride你基本上不会 自己的齐人萌格不会杀到自己的KittyPride 可能你的齐人萌格有机会可以杀到别人的KittyPride那就差非常的多 OK 那接下来 是我们的至高进化牌组 还有Evaluationary 就是至高进化 那这副现在其实 呃 应该还是有非常多不同的长相 你可以看到这边全部都是 各式各样至高进化牌 你可以看到 其实浩克尔算是至高进化里面最强牌 因为浩克尔等于说你 之前每一轮有飘一点能量的话 他就是 也不是没有飘一点 应该说每轮有飘能量的话 他就会拿到两点战力 其实是一件很强的事情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至高进化 最高进化牌组 这边玩最多场5000场的 是这副长这个样子 哇这个还有带小淘气 很有趣 这小淘气有点是想要来 counter别人的 奇怪东西啊 比如说你可以偷别人浩克尔的持续效果之类的 然后前面这边 不过你可以看到这一副就有点强啊 因为你要偷持续你只能偷到赛拉持续 所以也不是做不到啊 就你有可能可以 T5的时候打小淘气 然后预判对面 赛拉位置 然后把对面赛拉持续给偷下来 不过当然就比较困难一点 那你可以看到 这副其实就会空过一些水晶 然后 后面打女浩克跟浩克这样 这副主要就是 他其实战力非常高 所以 他用战力来纯粹碾压对面 然后如果对面铺场的话 你还可以用 这个 生化女加上或凯奇的combo来降对面很多战力 基本上就大概这样 喔这也有带abomination 其实就带很多 带很多至高进化的东西 几乎全带满的对 1 2 3 4 5 6 7 8 对吧 几乎全带满 不过 一样你可以看到这副是一个非常便宜的牌组 所以他场次才会这么多 基本上就是只有买至高进化 然后剩下的牌全部都是 系列3的牌 所以都相对来说非常便宜 还有许多是 骑士卡牌 然后另外这边其实还有一副是有带浪的 浪其实现在就是一个 很有趣的东西 因为浪其实是少数可以counter 刚刚我们讲到Kitty Pride的牌 所以这张其实 算是一个非常好的科技卡 你可以帮助你来打 其他的Kitty Pride的玩家 因为你前面的小牌你可以选择在打浪这些下 然后第五轮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打浪下来 然后让对面没有办法打Kitty Pride 然后你的这个 溢出 未耗尽能量的各种事情都还是会继续触发 所以这副其实就会比较偏向一个 未耗尽能量的状况 OK 看一下是不是还有很多副有带浪 带隐形女 这副长超怪 这副长超怪 还有带梳理 What the hell 呵呵呵呵呵 这副长超怪 这副是梳理魂至高进化 这副真的长超怪 还有带Magic 这副长超级怪 这到底想怎样 这好像想要比如说什么T5 魔剑克然后T6 空过吗然后 T7打女浩克 我不知道好像不是很合理 呵呵呵呵 这什么东西 这真的超级 他这个其实可以用 这张牌来想办法 扣住 梳理喔 这这这这 这超奇怪 我不知道确定这到底干嘛 我竟然 哇这是这对我来说是新东西 还是有捞到宝 蛮神奇的 大家可以试试看这副 这还有他自己带Kittyprime 呵呵呵 知道还想看吗 OK 那 这个是 这是带奥丁的版本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不过你可以看到这边也是带 女蜘蛛人跟我们的Skorpion 都是来 想办法让这个Abomination 做出发 不过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胜率跟魔方获取率 其实不什么样子 这个场数比较多 因为他 牌可能比较便宜 这副的 这个魔方获取率跟 胜率其实都还比较高 然后 场数反而比较少 呵呵呵 OK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锁持狗带让的 锁持狗带让想不到这么不好 不过这个是有带 带这个 恶魔恐龙的 是蛮诡异的 这边也是带锁持狗的 所以这边的分类其实会有一些 小问题啦 因为你可以看到有些可能会归类在锁持狗的牌族里面 而不会归类在这个 极高净化牌族里面 所以只有比较纯的牌族反而会活下来 OK 那我们的 今天下一个是我们的bounce 就是会有弹跳系列的东西 那弹跳系列的东西就带我们的这个 就是主要是有带这一张有带beast的牌族 那 基本上会带beast的东西其他 Angela跟bishop 那还有kitty pride 基本上也都全部会带 那就 讲的是这样 其实我自己后来没有很喜欢带bust 我自己后来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带bust 尤其是beast变成 4点攻击之后 我觉得带bust其实不大好 这边数据其实是有可能 有可能不对的吗 不过你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个有带 梅杜莎的 所以这数据带是 更新之后的数据啊 不然 带梅杜莎其实也蛮奇怪的 带梅杜莎主要是弹回来之后 你再打一次他其实会变成一颗 3点 战力 然后 加加8 3点战力8点 3点能量8点战力的东西 一个38 其实就还行的样子 不过一定要打开中路理论上会蛮苦恼的才对 呵呵呵 这边都是有带hotmonkey啊 就一样有带猴子的 有没有带猴子的版本吗 哦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有带移动的 一带有带移动跟鬼蜘蛛的 鬼灵蜘蛛的 这就有点像我之前介绍的那一副 的初始版本一样 然后这边还有带collector 那我们 我那一副是没有带collector 然后改带上气跟 Draft吧 就纯粹是 比较 灵活一点 然后可以穿过一些 所缺的东西 因为那时候 蜘蛛人还是4点战力 4点能量 OK 不过我后来有那副上 无限吗 现在上无限也没有到特别难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带上气跟 骰拉的 呵呵呵 带上气跟骰拉 OK 这边还有带一个带金刚狼 带金刚人的 不对 钢铁人 非常的奇怪 不过你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些 行魔方获取率就不是太好 只有0.35而已 然后场次其实也没有很够啊 只有几百场而已 这下面的场次都不大够 呵呵呵 OK 咳咳咳 最后一个其实是 最后两个 这个就一样是白板牌组 爱国白板牌组 其实爱国白板牌组还是一样是一个 蛮容易上分的东西才对 因为他其实可以很稳定的把 战力放到每一区里面去其实是很少牌组能够做到事 就比如说你T5 T5打这个蓝金旗然后T6打奥创 你奥创就一定会塞很多战力到其他两区去 其实就还挺厉害的 然后或是 比如说蓝金旗之后接这个狂攻 都一样可以有很多战力 所以这边 这种牌组主要就是非常的稳定啊 这种爱国者牌组 不过一样就是因为你打爱国者出来之后 其实对面可以猜到你剩下牌组那边长什么样 所以其实 有时候你会反而被 自己的牌组的 稳定性吗 或者说牌组的这个相似度而 被搞到 就比如说对方可能就知道你会 加很多攻击到其他两路然后就放个上气在那边之类的 然后最后你就会被上气到 OK 那最后一副 是我们的 塞拉冲浪 那主要就是一定要有塞拉跟冲浪在牌组里面 那这样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东西就是 哇第一副其实就是有带 隐王的暗隐王的 所以现在这一副这张其实还蛮行的 因为 他可以把 呃我们刚前面其实有看到 Kitty Prime 然后有看到安琪拉 然后还有看到毕小浦 他可以把他们全部的 战力全部都设回原始战力 所以 这一张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meta卡 那所以银冲其实是带有一些countermeta的 一位在 假设你可以抽到银王的话 不过当然主要的问题就是你不一定会抽到银王然后 你也未必可以赌到对面 呃就理论上银王也只能让你赢一路啦你还要想办法赢 另外一路下来其实就没有那么简单 呵呵 呵呵呵 当然理论上你可以靠 比如说Storm加上Dragonard就是 暴风女加上 红坦克把对面撞走来 想办法赢一下 赢下一路然后再利用 Shadow King赢下一路你就 理论上就妥妥了 不过当然 呵呵 这全部都是纸上谈兵 因为你这样需要抽到12张牌 跟3张牌 就 就一定能赢之类的 不过你可能还是要抽到银冲 所以12张牌要抽到4张牌之类的 不过你可能还要抽到赛拉 呵呵呵呵 之类的 反正就是 这副其实现在还不错啦 你可以看到 他自己也有带奇尔蒙格 所以也可以 Counter一下 把对面的这个 Kiddy Pryde 给直接射烂 所以这张奇尔蒙格 现在 基本上都价值连城了 可以看到Kiddy Pryde 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凯蒂普莱德 OK 那 基本上就 大概是这样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其实 第一名的这个 索子狗牌组 其实是一个 最高进化牌组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其实是个紫钓进化牌 所以像这个其实就也蛮不错啊 我这有一万四千场是怎样 呵呵呵 这场子也太高了吧 这扇率其实也不错 这魔法获取率其实也不错 所以像是 索子狗跟 这个紫钓进化 其实就稍微一点重叠到了 好啦 那他这边是算平均的喔 超怪 好啦 就是这个工具 其实本质上还是有一些 自己的小毛病啦 不过 主要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 这边 呃 现有的数据到底在长什么样子 那你如果还没有爬上无限的话 你可以用这些牌组 呃 用你有的版本直接爬上无限 这一季理论上会还蛮简单的啦 因为 你只要大概 爬 呃 147个魔方 就可以从73 爬到100 所以 其实是 很容易上 无限才对 那你如果上一季已经上无限 用再超过的话 这季会更简单 因为他会给你降到73以上 所以 理论上会 很好爬 然后 你可以看到因为现在 呃很多牌组其实都 非常便宜 就是其实都是三尺卡的 三尺卡满你就几乎可以拥有的牌组了 所以 而且有非常多不同版本 就是 这也是纯三尺 就有非常多副不同的纯三尺牌组 都可以做到轻松上无限这件事情 那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其实只是要 跟牌组再多熟悉一下 然后 记得要做数学 不要一直投铁 说 我觉得这样够 这样我最强我不管 之类的 你要算一下 对面是到底 内陆战力最多多少 然后你自己的战力到底是多少 之类的 就不要 我一直投铁的玩游戏 觉得感觉对了 就下之类的 偶尔做点数学还是蛮不错的 好啦 感谢大家今天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 还有留言 那 基本上前面这几副 后面会 星期二或 星期二凌晨吗 更新之后其实会蛮适合用来打 那个 征服制 银色试炼场跟金色试炼场 像是 制高进化跟 其实 赛拉控制这一副有 就是这个数据很漂亮吧 其实这个 Lockjaw的数据还比 应该还比这个 还是差不多 这胜率比较高的样子 反正就是 就是 制高进化跟赛拉 这两副其实都是 现在非常强的东西啊 或者说 KittyPride牌组 这两副都还蛮适合用来打 我们接下来的东西的 不过我明天应该还会再出一个影片来介绍一下 跟大家更详细的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新的征服模式到底 要怎么面对它比较好之类的 好啦 感谢大家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还有留言 那我们就最后再见啦 拜拜